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愿上帝的话语如全员 涌入又入清晨的甘露自如你的心 今天灵秀经文到了四世纪的最后一章 四世时代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黑暗的时代 这十二个世世都是军事领袖盟主英雄 但到了世世时代终了之际 以色列人尚未能完全取得应许之地 甚至败坏到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任意而行 虽然他们仍然有神的律力 做一切事却都不遵照神的心意而行 二十一章的第一节记载 以色列人在米斯巴城启示说 我们都不将女儿给宾亚敏人为妻 因为之前在宾亚敏的基比亚 发生了一件凶淫丑恶的事 以色列人义愤填膺 立世报仇 便起来围剿 宾亚敏之派的各家 直到赶尽杀绝 而以色列人是启示 为神圣不可亵渎的 然而 其誓言通常是在咒诅下发的 宾亚敏人支持基比亚恶棍的行为 激起了以色列人极大的愤怒 他们发誓不和宾亚敏人通婚 但之后亲情发动就又后悔感觉 宾亚敏人 由于几乎所有的宾亚敏人都被杀害了 又由于其他支派曾发誓不让他们的处女 嫁给宾亚敏人 所以宾亚敏支派就面对完全灭绝的危险 于是以色列人来到伯特利 坐在神面前直到晚上 放声痛哭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个支派的事呢 这样的质问神 意味着 以色列人指责 是神把宾亚敏支派引向了灭亡 然而 他们应该知道 他们的怒气和报复的欲望 才是这个支派近乎灭绝的真正原因 弟兄姐妹们 有时 我们是否也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 自己在冲动未经思考之下 做了一些决定 导致事后后悔莫及 却责怪神没有保守 求神怜悯我们 不论发生什么事 都要先安静来到神面前求问 时刻警醒 做主所喜悦的事 之后 以色列人想了几个办法 为了让他们的弟兄 变亚敏 派有妻子 但这些方法 都是很离谱 不合神心意的 首先 他们查出 激烈亚比人 没有到米斯巴起事 就打发人 把一切男子和仪嫁的女子 进行杀戮 再把四百个 存活的处女 带去给变亚敏人围妻 但还是不够 他们又想了一个办法 趁着合适的时机 让变亚敏逃脱的人 趁年轻女子 在世罗的周年庆 宴会上跳舞 各抢一个围妻 这真的是 凭着人的血气做事 完全违背了神的教导 在这一连串的决定当中 以色列人没有求告耶和华 他们的办法造成了 更多的流血和混乱 显明了当时 以色列中 属灵领袖的真空 弟兄姐妹 当我们做人生的各样决定时 千万不要任意妄为 以至得罪神 总要记得彼得前书 第一章13到15节记载的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 谨慎自首 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所带给你们的恩 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 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 那放纵私欲的样子 要照你们的既是圣洁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也要圣洁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求你赦免我们 常不自觉地犯了任意妄为的罪 愿我把你摆在我生命的宝座上 一生尊主为王 荣耀主命 永远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 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